陆野地区农会和在地的餐饮业也合作 希望利用凤梨入菜来帮农民多方面的推销盛产的金钻凤梨 及时广义的结果 他们推出了健忘大碗公饭 吃了之后保证您健忘 香Q口感的葫芦米 铺上在地盛产的农须菜 佐上酱汁 使令蔬菜南瓜切成小块 卤得又香又够味的猪肉 最后压走的是用金钻蜜凤梨 加上酱油熬成的凤梨小丁 这套大碗公饭吃了保证一定健忘 叫做健忘大碗公饭 忘不是忘记的忘哦 我们是取凤梨那个忘忘的忘 其实有一个凯因就是说 来到我们路野就是好山好水 把城市里面那个烦恼通通忘记忘掉 来到我们这边做最亲食的饮食 原来这个健忘不是那个健忘 是希望见到忘来忘忘来 忘掉俗事心情变洁白 我以为会很咸 可是吃起来是甘甘 就甜甜然后口感还不错 所以我觉得配饭真的是很下饭的感觉 尤其是在夏天的时候 这边的米饭也很好吃 所以就会多吃两碗 怕酸的人怎么办 凤梨是酸的啊 但是它煮过之后就不太酸了 就甜味还蛮甜的 好吃 陆野农会的健忘饭还真的是让人印象深刻 除了凤梨入菜之外 他们更希望前往陆野的游客 能够亲手体验制作凤梨酱 其实凤梨促进消化 利尿消炎 夏天品尝还可以清热解渴 希望这碗健忘 大碗公饭 能够让吃过的人 一吃难忘 记者赖永诚 陆野相报导 请不吝点赞